用了那麽多人力物力去搞書架的問題 結果都是依然故我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話是否需要問責呢 加上電子教科書你又這樣隨便提出來 其實你試試問老師你問校長問家長 你不是這樣這個時間又再製造混亂 又再提電子科教科書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真的想老實說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玩鋪競的政府起碼在這件事大條道理 是扣他一個月的工資